你如果有去西藏 你会发现到有部分的民间的房子的设计 有点奇怪 怎么样的奇怪法呢 门的高度不是一个人的高度 而是矮了三分之一 甚至更矮一些 为什么呢 是为了军事上面的用途 才把门的房子建得这么的小吗 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才要把房子的门改小呢 是 立冈 这些都是比较传统性的住宅 才会有这种特征 现在新建的高楼当然是没有 但是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图就知道 不管你在拉萨尔日克哲林芝 这些地方 你看 为什么这个门特别矮 你能不能注意到 它一定要低头 是根据当地人自己的传说 他们一些骑老的说法是说 其实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工程上 或是其他的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有很恐怖的传说 什么 门的建造跟一个恐怖传说有关 因为这个恐怖的传说是什么呢 这个恐怖的传说叫做若朗 若朗听起来很奇怪这个名称 对不对 这个若朗 其实如果你翻成我们 就是国语来讲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僵尸 他们认为说一个人 为什么会变成若朗呢 其实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 你应该是生前是最大二级那种人 要不然就是因为 你是死于饥寒交迫 因为这两种人会怎么样 你最大二级那种人 因为你身上二冠满盈 所以你那个气就不会消掉 那如果你是饥寒交迫的人 你可能就算你已经死了 你还是一心想要去找东西来吃 那所以像这两种人 就最容易变成僵尸 也就是若朗 是这样子喔 是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 你如果死的时候 你身上有残缺 你器官有受损或这些东西 那你就不会变成若朗 你一定要是全身都完好 无缺的这种人 他才有机会变成若朗 照理来说我们会觉得 你看西藏不是流行天藏吗 对 天藏不是都把他上去给老鹰 给兔鹰这些乱吃 再来讲他尸体不可能是完全的 可是实际上西藏的习俗 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这样的 因为除非你是刚好住在 很郊外的地方 你会随便把他去做天照 一般正常他们城市里头住家的人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先 就是先停尸在自己家里头 然后干嘛 一样啊 因为他们是秘宗的 所以一样要请这些僧侣 帮他们超度啊 念经啊 你知道一般这个时间 会持续多久了 多久 大概三天到七天左右 老人就说 其实在这段三天到七天 这段时间 是最容易变成起尸 也就是尸体会起来 其实要变成若狼 也就是僵尸 有几种特征 第一个你脸部会开始肿胀 然后第二个 他全身开始皮肤会发青发黑 然后第三个呢 他的毛髮也开始竖起来 一根一根这样竖起来 会直立起来 对 如果到这时候 你发觉这些状况 你还不去理他的话 你还不以为意的话 那下一步 很简单 他就手会这样 砰 这样伸起来 然后整个就这样 慢慢做起来 然后就开始这样 所以他就会跳起来了 就像僵尸一样这样跳 那实际上他跟我们 你知道香港电影头 有很多僵尸电影 其实僵尸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腿还是会弯啊 有时还会跳来跳去啊 其实不是 在西藏有传说的僵尸 就真正是僵尸 他全身就硬邦邦的 都不能动 他腰也不能弯 膝盖也不能弯 然后就直直朝着对方 就这样一直跳 一直跳 就这样用跳的方式前进 那所以 他们为什么要把门做得这么小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他不能弯腰啊 所以他就永远被堵在门口 他没有办法进去啊 那当然这都是传说 可是西藏还有另外一个 更恐怖的传说 据说是当年曾经 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据说很久以前 在西藏有一个庙 那里头那个住持 就是涅槃的 就往生了 往生了 那住持 就是往生了 当然是一个 大家要用比较盛大的仪式啊 所以全世的僧侣 就全部集合在一起 干什么 帮他超度念经 然后这一念经 一念就是多久呢 三天三夜 但你知道三天三夜下来 大家都累垮了嘛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人都念念念念 到最后都睡着了 只有一个 比较年纪比较幼小的一个 小沙明他不敢睡 因为他害怕 结果呢 没想到真的 住持到了第三天晚上 开始起司了 等一下 那个住持起司了 是 因为他就亲眼看到那个住持 这样本来躺在那边嘛 突然腰就这样弯起来 然后手就这样伸起来了 就这样起来了 你知道那个小沙明一般人 像我们正常人一般 看到这种情况应该吓得大叫啊 然后叫大家趕快逃命啊 对不对 可是那个小沙明没有这样做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你知道 做什么 他自己一头往庙外跑了 往庙外跑了之后呢 就把那个 那个寺庙门反关起来 反锁起来 那其他人不是还在里面 是 那其他人都不知道啊 你知道西藏的僵尸杀人 不像我们电影头看到 僵尸杀人是要去咬人 对不对 他不用 他是只要摸你的头 一摸你的顶 你马上就跟他一样也变成僵尸 什么 就全部人全部都变成僵尸了 还好的运气是什么 因为那个小沙在临走之前 他不是把门关住了吗 对 所以全部僵尸都被锁在头都出不来啊 后来就有一个高人隐私 他听到这个情况 他想不能 这个一定要去解决 他怎么解决 他一念你打开门哦 因为他可能念那个咒语真的有效 所有的僵尸就跟他全部一起出来 他要怎么走 他们在后面全部一排一排就跟着走 走走走走走 他就走到一个独木桥那边 然后他到这里突然之间 把那个夹杀都往河里头一扔 就所有的僵尸也全部都跟着 跳到河里头去 这些僵尸就全部消失了 当然这些都是当地流传的一些传说 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我相信很多藏人 到现在也是相信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还是坚持 我们的门不能够坐这么高 一定要坐这么矮矮小小 因为万一有一天僵尸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挡得住 原来门坐得这么小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挡 弱狼也就是僵尸了 但是最近啊 你晚上还没有在封着看韩剧呢 看见星星的你 你看着看着 你可能拿着手机开始滑滑滑 看看男女主角的照片 不过你有沒有注意到 男女主角的照片里面 有不能说的密码存在呢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